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上,欢迎收听SBS电台新闻报道 一架直升机在昆州北部一间酒店的屋顶上坠毁,机师身亡 巴黎奥运会圆满废幕 奥运旗次已传递给下一届主办城市洛杉基 中国国务院向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自贺电 今天是2024年8月12日 以下由胡天行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 昆州北部一架直升机聚毁在一间酒店的屋顶上,机师身亡 昆州警方表示,事发在今天凌晨1点50分左右 他们接报一架直升机在凯恩斯Double Tree酒店的屋顶上坠毁 昆州救护车高级营运主任丹宁表示,疏散了酒店里300至400人 据报地面上没有人受伤,目前酒店已经关闭,警方正是调查意外的原因 刚刚调任的联邦房屋部长欧尼尔说,他的首要任务 是为澳洲人提供更多住屋 欧尼尔在贝尼和奥康纳辞职后,随着内国改组接任该职位 政府推出两项房屋草案,包括兴建廉租屋,以及资助购买房屋方案 目前在国会里面尚未有明确能够通过的方法 六党领袖班特表示,该党希望与工党进行谈判 班特说,工党显示他们将继续支持对富有的房地产投资者提供几十亿的补贴 令到租客无法购买房屋 工党已经表示,一,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又或者是不理 而工党需要改变这种做法 他反问,绿党表示愿意谈判,但工党又会怎样回应呢? 转体下,巴黎奥运会圆满闭幕 闭幕仪式在澳洲时间金晨在巴黎举行 随着奥运胜火盘昔灭 奥运旗次已经传递给下一届主办城市洛杉基 巴黎市长伊达尔国表示 希望在巴黎上空巨大气球下 升起的奥运胜火台能够成为永久的警官 闭幕仪式在具标志性的法兰西体育场举行 那里可以容纳8万人 被改造成为一个巨大的音乐厅 乐队Red Hot Chili Peppers和美国瑶舌歌手Snoop Dogs等一百多位表演者 雜技人员、舞者及马戏团艺人 在长达两个半钟头的演出中亮相 有观众表示对巴黎奥运会结束感到不舍 过去16日,来自世界各地一万多名运动员 在329个奖牌项目各组金牌 而中国国务院向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自贺电 赞扬他们以昂扬斗志、还强作风和高超技能 写下中国体育昂扬粉浸的赞生片像 国务院说,国家队运动员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相丰收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荣誉 向他们表示热烈忠贺和亲切为民 一会儿体育消息会有更长进的报道 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 以色列已经下令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再次进行疏散 这次是他们自10月以来在那里进行的第三次军事行动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表示 过去几日,加沙南部有超过7万5千名巴勒斯坦人被逼逃离 以色列就说,他们的目标是哈马斯武装分子 即使多次发动进攻 但哈马斯武装分子仍然在当地活动 而艾班尼斯政府前排议员侯希克就表示 对以色列的讯息被忽视 认为政府应该对进一步制裁是持开放态度 以色列空习加沙一所收容留里失所巴勒斯坦人的学校 造成最少90人死亡 澳洲上个月第一次对以色列定居者 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游禁令 侯希克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 政府应该考虑进一步行动 侯希克说以色列并未听取这些言辞 他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对此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单单是言辞并不够的 需要付诸实际行动 就是几个星期前他所说过 应该对进一步制裁保持开放态度 他已经宣布了一些制裁 可能还需要宣布更多 SBS线台继续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透露退出选举的原因 他说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在11月选举中落败 这次发表讲话是拜登退选后 第一次在电视访问中公开解释 拜登说他受到党内同事的压力 要求他辞职 因为大家担心他在辩论后 影响选举获胜的机会 拜登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 希望自己避免成为民主党真正的干扰 拜登说情况是他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一些民主党同僚 认为他会在竞选中损害他们的胜算 认为这样会造成干扰 所以他有义务对国家做他能够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必须击败特朗普 英国肖斯波特池刀击事件中 遇襲身亡的三名女童当中 其中一人的葬礼已经举行 几百个前往悼念的人士 逼满了圣白德里克天主教堂 并伸延到外面的街道 一同悼念九岁的阿吉阿尔 两个星期前 阿吉阿尔和另外两名女童 在一个以泰勒斯为主题的舞蹈活动中被刺伤 之后死亡 另外八人受伤 襲击案发生之后 网上虚假贴文 错误将疑空只为伊斯兰移民 引发骚乱 另外一名在英国出世的青年 已经被检控 警方说 事件并未列为恐怖主义 墨西塞德郡警察局长金乃迪 在阿吉阿尔葬礼上发表讲话 呼吁结束暴力行为 金乃迪说 大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邀请他今天在发言 传达给大家 及阿吉阿尔家人的信息 说以阿吉阿尔的名字 大家不希望英国街头 再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他为到家人安排 他们美丽的女儿的喪禮 那时要考虑这一点 实在感到羞愧并且抱歉 返回澳洲 原住民知识系统 将成为联邦政府宣布的一系列 经过修改的科学优先事项的重点 最新的全国科学声明 和全国科学与研究优先事项 将2015年发布的现行框架取代 政府说是因为该框架 不再适合目标 该政策中 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 将会在这个领域获得优先考虑 将原住民知识融入新兴技术 特别是数码和数据方面 同时会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知识产权 另外南澳偏远地区的原住民社区 雅拉塔正是努力透过社区拥有的企业 实现自给自足 找到利用数千棵枯树 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法 这些树木被亚南古人称为卡塔 是传统的被药木材 和可以作为缓慢燃烧的燃料 有年轻人创造了一间不断发展的企业 收割枯树作为柴火 该柴火企业又为20人创造了工作机会 一份最新的报告发现 选择安乐死的澳洲末期病者 人数仍然属于小数 占总死亡人数0.5%到1.6% 即是2460人 慈善机构温柔安息澳洲报告指出 需求正是增长 不过仍然存在不少障碍 包括鼓励医疗卫生人员 完成协助安乐死培训 并提供公平的报酬 接下来体育消息 今届巴勒奥运 澳洲取得了历史上最佳的成绩 在第16日结束时 明列奖牌榜第四 澳洲单车手李查鑫 在男子海林赛事中获得银牌 今次是他今届赛事中获得第三个奖牌 仅次于荷兰选手 在男子海林赛中 另一位场地单车选手格雷策 就获得铜牌 今次是他今届赛事中获得首个个人赛牌 在南球比赛中 中锋马比郭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 为澳洲南球队打入30分 取得铜牌 奥运结束金牌榜方面 美国以40金44银42铜 一共126面奖牌排在榜首 中国就以40金27银24铜 一共91面奖牌排第二 澳洲队就获得18金19银16铜 一共53面奖牌排第四 仅次于日本 财经消息 澳洲200只成份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射报 7777点是升了95点 总成交是43亿 其他证券市场方面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 39497点升了51点 恒指上星期五收报 17090点升了198点 上证重指上星期五收报 2862点是跌了7点 外汇市场方面 澳元对美元是0.6574 对港元5.1265 对人民币是4.7111 接着是澳洲今天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各位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